天空的說水晶時間 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空的說水晶時間喔 今天來為大家介紹這樣子的一個水晶喔 它其實是碧璽 碧璽屬於這個八方晶系 那這是屬於黑碧璽就是黑色電氣池 那旁邊這個是黑髮晶 也就是黑碧璽法 那為什麼它叫黑碧璽法呢 因為啊 這整個水晶當中它裡面包覆的就是這一種 黑碧璽 那黑碧璽有很多的功能喔 日本人很喜歡拿黑碧璽的碎石 來煮水喝 為什麼 因為它含有這個遠紅外線 還有一些負離子 非常棒 那如果拿這樣子的這個黑碧璽的水 來煮飯 這個白飯啊 會變得更香更甜 相當好吃 所以日本人很愛這個碧璽 碧璽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 疏導這個疼痛 因為它有負離子 但它可能還有含有其他的一些物質 然後所以說它可以達到那個很好的效果 好 那今天比較講特別一點 就是這個碧璽法 這個碧璽法呢 是相當美 大家可以看喔 它裡面含有什麼 含有這個碧璽的形狀 像是這個 松樹葉子 松樹葉子這個增狀物 增狀物的這個樣子 那我們拿過來一點好了 因為 碧璽在那邊 我們看不是很清楚 這樣子看可能大家比較清楚 可以看到它這個 這個 黑碧璽的樣子 而且啊 裡面它這個 往外面浮射出去喔 真的很像這個 真葉林啊 就是我們松樹的這個葉子 相當的美 這樣子一個無視牌 這個價值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 那黑碧璽 可以幫助我們什麼呢 幫助我們海底輪的部分 它可以把很多的過剩的能量 往下山輪去導 也就是說 它比較針對我們的下山輪 那主要還是在海底輪的部分 那 也有人說 黑色啊 屬於腎 所以說 這個 中醫講 黑色的東西可以補腎 所以什麼 黑豆啊 黑芝麻 都對腎還不錯 那這個 一樣啊 意思是類似的 那 黑碧璽呢 它也是對我們的腎臟也是不錯 可以強腎 這個還不錯的一個功能 那再來 黑色的礦物 它有一個最強大的一個功能 就是 可以避邪 避邪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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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個諧音 有沒有聽起來就像是避邪的這個 非常特殊 那 所以如果你常常出入意願 或是說一些 墳墓啊 墓地啊 或是你覺得不太乾淨的地方 帶個避邪 是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因為避邪能量很強 它可以幫助我們呢 避免這些 外在的這些干擾 好 今天呢 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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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